去看一下这个蓝雪花 上次给它修剪完之后 好像现在都有点平质生长了 而且状态不好 可能是缺肥了 要给它湿点肥 大家看这个叶片 看上去是不是这种黄黄的 没有之前那么绿 看起来也没精神 看到没 整体都是这种泛黄的 你看这里开始运了 这个新的花类来 因为它开花运类 是非常好营养的 所以这个时候营养要跟上 那么第二波花才开得更爆 因为我的这一盆 第一波花就已经开得 非常非常爆了 每这种比较粗壮的枝条 都从顶上开到了这一个地方 所以它对营养的消耗非常的大 那么现在想要让它第二波花叶开爆的话 就要给它施肥 要不然第二波花可能开得稀稀拉拉的 它本身长得也不好 现在就给它去调一点 这个醋苗营养液来 哦 错了 醋花营养液 因为它现在要准备运累 所以对这个磷肥的需求比较大 要用这个醋花营养液 因为现在的这个天气比较热 所以我就是用1.5瓶盖 兑两升水 先给它喷液 在这个夏天给花施肥的话 最好选择是早上或者是半晚 晒不到太阳的时候 然后就是浓度要低 然后再给它灌根 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天见